微软要停止在俄罗斯的服务了 这对俄罗斯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大概两个月前 俄罗斯塔斯社发布报道说 微软公司将在9月30号之后 停止续订俄罗斯公司的许可账 而且不再接受 俄罗斯地区的银行账户支付的付款 这意味着 俄罗斯全国从10月份开始 就没有正版的微软服务可以用了 微软对于当今的打工人来说 可能就像水和空气一样重要了 首先打开电脑 要是没有Windows操作系统 网页打不开 软件跑不了 这电脑还不如手机好用 可能有人会说 没有Windows不是还有MAC吗 换成苹果电脑 用它自带的操作系统不就得了 但是苹果电脑的市场占有率 也就十分之一左右吧 以日常经验来说 除了设计编程之类的行业 无论是学生党还是打工人 用Windows系统的 都是压倒性的比用MAC的多 这还不算完 当你打开电脑开始办公 无论是Word Excel 还是PowerPoint 这可都是微软旗下的产品 确实 现在不乏各种各样其他的办公软件 但是 Office全家统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 微软Office使用的各种文件格式 早就成为了世界通用的行业标准了 更不用说各种应用的全面 和操作的方便简洁了 还有值得一提的 就跟现在大火的人工智能有关系了 开发出Chad GDP的公司是OpenEye 而微软只有OpenEye将近一半的股份 在9月30号之后 俄罗斯的微软用户都没有办法更新操作系统 也不能合法使用微软的各种服务了 不过这个其实问题不大 毕竟Windows系统不是越新就一定越好用 但是 微软旗下的一些软件也没有办法及时更新了 也不能购买微软的新产品了 这将会带来很大的不便 比如说呀 微软上半年就发布了 接入了GPT的Office全家统 光是Chad GPT就已经很强大了 更别说是和办公软件结合了 而人工智能大模型更新换代的速度 更是有目共睹的 这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可以说呀 微软的这个宣布 会给俄罗斯的用户和信息技术产业 都造成重大的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安全漏洞的问题 微软通常在停止支持这些旧的操作系统后不久 就不会再提供安全更新了 这样的话 俄罗斯用户还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风险 旧Windows系统将暴露在各种已知的漏洞面前 安全隐患加大 针对微软的先令 俄罗斯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根据俄罗斯新闻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 也就是俄罗斯联邦会议的下议院 上个月为议员采购了一批 可以代替Windows操作系统 和Office群家筒的本国产品 花费了接近5250万卢布 也就是大约380万人民币 这在现在算只是给议员采购的 但是无疑是可以作为一种备选方案 推广给全部俄罗斯人民的 此外 这也是在鼓励本国的技术公司 开发出替代微软Office的办公软件 和Windows的操作系统 当然 这也只是方案罢了 毕竟 想要取代微软还是不简单的 假如微软在我国也忽然停止服务 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现在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群家筒 在中国的用户群体比俄罗斯更加庞大 可以想到 万一微软也终止对我国的服务 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会面临更大的损失 像我的Windows操作系统还是可以使用的 打开文档 浏览网页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但是 安全漏洞却值得担忧 尤其是两国对峙的时候 电脑里的重要信息一定会成为我们的软肋 还有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可能会出现新硬件和软件不兼容的问题 另外 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 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通过微软官方的技术支持来解决问题了 至于Office办公软件 倒是可以用其他的软件来替代 比如说WPS 其实现在使用WPS的人也还是挺多的 虽然很多人觉得 WPS不如Office简介好用 但是 WPS可以多设备同步办公 也不像Office一样 需要切换软件界面 安装插件 非常适合多线程办公人士 总之 面对微软停止服务的潜在风险 我们还是应该聚与安思维 积极地支持本土的公司 开发全新的操作系统 做到比Windows更好 比Windows更普及 之前有传言说 明年华为就会推出PC端的鸿蒙操作系统 倘若成针的话 一方面是给咱们打了一记强心针 另一方面 一定也会让国内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加快步伐 互相竞争 研发出更好的操作系统 一步一步地减少对Windows的依赖 不再受制于人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